滨城多地风暴来袭 乔生博物馆内的停车场一棵大树 今天两点左右被大风吹倒 压向两辆轿车 其中一辆车内的中国妇女婴儿丧命 据了解 离难妇女分别为60岁和36岁 当时她们个别坐在副驾驶和后座 至于本地司机则获救 脚部和头部受轻伤 司机夏桂林受访时表示 她当时正要开车载妇女俩去吃东西 但停车场入口刚好有两辆轿车要进来 于是她便停下了车子 没想到就在这时大树轰然倒下 严重压回副驾驶和后座部分 夏桂林表示 原本死者的女儿还有气息 更一度抓住她的手 但被救出后发现 对方已经没有反应 夏桂林称 她和两名中国妇女是朋友 妇女俩昨天才抵达槟城 预计逗留三天后到吉隆坡游玩 结果却不幸遭遇意外 她们吃了因为把风险战独异 此后到吉隆坡游玩 满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